大家好,这是阿西 那我们今天要玩的这款游戏呢 叫做弦妖闪戒 那是一款,嗯,怎么说呢 爬塔卡牌游戏吧 就实际上跟杀戮尖塔还是非常像的 但是它的划分呢 还有一些效果啊,贴图啊 做的都非常不错啊 看到这个画面大家应该都爱了吧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下这个阿子吧 那阿子的能力呢 他每个角色都不一样哦 阿子呢是个驱虫师 就是召唤师啦 那他可以召唤三只虫子 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虫子 这是他的人物属性啦 以及每个角色呢 都有处于他的主动技能啊 像这个阿子呢 就是投喂一只虫子 让他存在的时间更长一点 这些召唤物呢 都是有存在时间的 过几个回合会没有掉 并且这里面每个角色玩法都不同 也跟杀戮尖塔也有点类似 但是不一样 像这个的话就得装子弹啊 装子弹他才能够使用他的牌 但是哦 所有游戏里面都有的一个角色呢 就这个战士 我觉得所有游戏里面必然会有的一个角色 战士 他是有什么怒气质啊 怒气质上限了就能使用一些大招之类的 都还不错啦 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阿子呢 我们就玩召唤流吧 然后呢就是这个怎么说 因为这种爬塔游戏 流程会非常的长啦 所以呢我们就不录全部了吧 就等到我们把牌组集齐之后 我们来打一下boss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游戏的玩法 哦对了 这边还有一点就是 那这里面呢是有测试功能 它是有什么猎妖大废啊 大废就它可以匹配 诶匹配上了 我可以跑吗 好像匹配系统 等待其他玩家算了吧 放弃这个游戏吧 它有对战系统 我觉得这一点蛮好的 大家可以想想杀戮尖塔 然后可以联机的话 可以对战 嗯也是挺好玩的对吧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 开始游戏吧 好我们来到了第三关的boss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个 一只很大的狼 那因为我这边呢是有一个道具 所以每个回合开始的时候呢 就会给我三张牌选择 并且是灵费的 那我就选择这张吧 给一个召唤物增加灵力跟神力 神力呢就是提升召唤物的伤害 灵力呢就是召唤物持续的回合 那可以看到我这边初始就有一条手 也是这些道具给的 嗯上面这一排的道具呢 类似于杀戮尖塔的那个遗物系统吧 然后这些弹药呢也差不多是遗物吧 像什么战斗就会回血啊 那这个呢就是三张牌选一张的 刚才那个 然后战斗胜利提升生命上限啊 召唤物直接获得一点神力啊 就伤害更高 并且呢我们每次受到伤害呢 敌人都会增加两层的中毒 以及这个是给我们升级上牌了 另外这上面这些会比较厉害一点 这是自带的屈虫师 我们可以召唤三个召唤物上限 但是我现在已经把它增加到五个了 就是人物下方这里 这个小人呢是有五个 但是你召唤的多也没关系 就是说你只能保存五个 并且呢我们每召唤一个召唤物的时候 就会获得三点护甲 那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升的这个上限 加了两个 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死亡契约 这个真的是 有25次复活啊 只要你有召唤物 它就会帮你抵胆致命伤害 我现在还剩22次 已经用到了三次了 那并且呢还有一些7788的召唤物 0d加1啊 就召唤物生存时间更长一点了 那其他倒是没有什么的 那左边这里呢就是一些丹药啊 然后这是我们的费用 现在是有五费 以及我们的抽牌堆 那这个游戏的抽牌堆 它是不会 就是你牌抽完之后呢 它不会自动洗牌的哦 要你使用这张牌 重整一试 然后重新洗牌 才可以要一张费用啊 所以就不能玩那种 零费的那种 一直过牌的那种东西了 然后右边这里呢 是人物的技能 好 这个蓝非常大呀 它会给我们造成15点伤害 并且给我们三成一伤 这好像很超杀戮箭塔 很多东西跟杀戮箭塔都差不多 一伤就是我们会受到更多的伤害嘛 每个回合会掉一层 并且呢 它有造成实际伤害 50%的吸血啊 那我们尽量就不要让它打到吧 看一下我们的牌吧 那前期呢 我们先不用着急吧 先过牌 这张牌呢 是固有 固有跟杀戮箭塔里面的固有也一样 就回合开始的时候呢 必定会在手上 这是从三张牌里面选一张 我们用一下 增加一个召唤物的位置 并且抽两张牌 我们选这张吧 就 现在手牌不是很好 我先过牌 过一下 看有没有那种 比较厉害的 也没有过到很厉害的东西 可恶 我是有一张牌 可以让我费用翻倍的 那不行 我再用这一张再过一下吧 那这张牌呢 是所有召唤物 攻击力加二 晚一点用会更好了 但是我想先过牌了 再过一张看看吧 哎 闪避 没用 可恶 那我们每召唤一个东西呢 都会增加三点护甲 不过生命值 现在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 我们召唤一个无功 这个无功很厉害哦 每个回合呢 都会击斩12点伤害 等到它死完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所有伤害爆发出来 造成AOE的伤害 那另外呢 我们也有这种 让这些直接死掉的牌 就可以直接让它爆炸 好 那我们再召唤一条蛇吧 嗯 并且呢 使用这张 让召唤物增加伤害 并且让它存在的更久一点 好吧 没有费用了 就这样吧 这回合不是很厉害啊 被它咬了一下 它还回血了 臭小子 好 那这回合呢 它是没有动作 没有动作 我们就继续召唤东西吧 再召唤一个这个 让它击斩伤害在这里 会用每个回合会清零的 你如果不用掉的话 就会掉 并且每个回合 只会回复两点费用 但是因为角色的不同 好像会不一样哦 那而且我们这边 有非常多的道具 哎呀 我刚才应该 第一个回合的时候 使用一下道具的 像这种增加连点神力的 哦 这次给我自己加 好巧合 我自己伤害提升了 但是我实际上 自己都没有什么攻击的 没有伤害牌 来 那我们继续用一下这张牌吧 对敌人造成4点伤害3次 并且呢 会召唤3个蜘蛛 对了召唤物的攻击力呢 都是写在它头上的 回合结束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发动攻击 并且呢 根据你召唤的上限啊 如果你这回合召唤物很多的话 超过你自身的上限 也就需要移除掉一些了 并且呢 这些召唤物的属性呢 都各有不同 都还是挺好玩的 另外呢 我们还是有这种牌的 失去两点生命值呢 所有召唤物都会增加1.0力 可以看到 这个回合结束之后 它下面这个蓝色就没了 只有一格的这些召唤物呢 就会死掉 我们可以给它供演一下 让它们存在时间更长一点 我们只有6点血 但是没有关系 哎呀 我应该先召唤东西了 排序有点问题啊 那没有关系 我们召唤一下青蛙 青蛙召唤出来 在这后面也看不到 但是它会给敌人造成一个虚弱的 让它攻击力见低 那再给它们增加一点神力 好就这样吧 结束回合 可以打它挺多伤害的 好几十点的 好可以看到呢 我们召唤物呢 超出上限了 我们得移除掉一只 移除个小蜘蛛吧 这个青蛙跑到最前面了 可以看到它咬掉我们一口啊 实际上我们已经死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道具 帮我们抵消了一次致命伤啊 我那个小青蛙就被咬死了 这是什么 打出十给予敌人一伤 就是我们对它造成的伤害更多是吧 也可以啊 召唤一下 一只鹅 然后这回合呢 我们有几只 有四只召唤物要没掉了 并且呢 有一只召唤物会帮我们抵消伤害 那我们就剩下一只了 哎呀 可惜这张牌不能留在手上 这张牌呢可以复活三个回合死掉的所有召唤物啊 如果我下个回合抽到这张牌就厉害了 那有没有办法了 我们洗一下牌吧 这个牌库抽完之后呢 要自己去洗的 哎 刚好来了 这个东西 太好了 给它们再坚持一个回合 又苟住了 好 我们结束回合吧 反正是致命伤嘛 我们也不用加护甲了 哎 它直接进入另外一种状态了 啊 我把我们吸到它肚子里 国相的肚子 它叫国相 我还跟它肚子打架 是什么鬼 没事 我们继续过牌吧 有什么东西吗 行动力翻倍 这个张牌 第一个回合给我们就好了 那我就保留一张这个蛇吧 给它增加一点灵力吧 它伤害最高 现在18点了 就让它留着一只输出好了 其他要死 这个爆炸炸了一下 91点伤害 好招呼 哎 我还可以复活 上个回合死掉的吗 上个回合死掉几个 一只 两只 只要两只复活了 再给它们供养一下 供养人要扣两点生命之后 我现在有三点生命之 刚好不会死 这个还行 来来来 给它们再增加一点伤害 好 继续A它 哎 我应该多拿一点供养的 就让这些持续输出啊 打boss还是挺好的 选择一个召唤物复制它 嗯 可是这些马上都要死了 我复制这个吧 这个可以造成70点伤害 复制出来的时候呢 变成80点伤害了 就直接把它之前击掌的伤害 都给复制过来了 另外呢 我们自身是有技能的哦 可以给召唤物增加一点灵力 继续保这只吧 这只伤害最高26点 然后我们也没干嘛了 把这些垃圾牌给用一下吧 垃圾牌我一直都没有用 可以把它移除出排库 放在那里 碍射 炸了一下炸的95 好家伙一巴掌打我 它那一巴掌打过来 好像是有只这个蜈蚣 把我们抵消了一次伤害 那只蜈蚣也炸了很多伤害 它就140了 那我们这个回合可以打死它吗 我算一下伤害哦 我这几只都可以造成105的伤害了 这只我看有没有办法把它们寄陷掉 我有寄陷的牌的 可以寄陷所有召唤物 可是寄陷掉 这头上的伤害就没了 可恶 那我就先洗洗牌吧 不管了 好像是秒不掉吧 秒不掉就给它们增加一点伤害好了 好了回合结束 反正我也死不掉 我这么多召唤物呢 哦 它打我一下 反正是从这给打死了 然后把自己给炸死了 是吗 行吧 那这个游戏实际上还是挺长的 我花了一个半小时 我打的有点慢了 并且呢 解锁了一个新的心法 接下来去杀哪里的妖怪呢 通关了 去挑战更高的难度吧 感谢购买EA版本 接下来我们会更完善的 这个挺可爱的 我觉得做的还不错 就效果啊 贴图啊 这些啊 都是我蛮喜欢的 虽然说有点超杀路尖塔 但是我觉得抄的好的情况下 我是可以接受的 那像这种贴图 看起来都还不错 是吧 那目前呢 就三个角色 这个阿子 像那个狐狸精老板娘 哦 这边是有难度可以选了 好以上呢 就是今天游戏的全部内容了 那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游戏的话 我们可以把另外两个角色 给他做一下吧 每个角色呢 都有不同的特点 不同的玩法 还是挺好玩的 好 那这是阿西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